而回到台湾来台北市环南家禽批发市场 两个礼拜之前前往了对街的新大楼了 但是原来的旧市场都没有给它清理好 留下来原来载鸡载压的屠宰机具 血迹内脏流满地 这个当然老鼠最喜欢了 据说有上万只的老鼠通通跑出来找东西吃 还有人讽刺说老鼠多到 简直像在这个旧市场开轰趴 真的恶心透了 走进市场鸡毛垃圾满地 不但随处可见活老鼠从地下到 专处觅食 脚片更是不少死老鼠躺在地上 台北市环南家禽旧市场 日前迁移到新大楼 留下的却是个巨大老鼠窝 这老鼠很多 这种猫 对啊 猫猫老鼠窝没到 这边是老鼠窝 这边是老鼠窝 这边是老鼠窝窝 地上还可以看到死老鼠 至于这个水沟呢 里面更是脏乱不堪 废弃的生载机具上头不但全是黑垢 还有干掉的血迹 虽然3月13号几乎所有的屠宰业者 都已经迁移到对街的新大楼 但现场却还有一家业者正在处理机枝 卫生问题令人担忧 死被违换啦 死被违换 那但是我们对要求是说 整个的环境每天都在打扫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其实还可以啦 除了环境整理清洁以外了 可能配合一些头药 我们那边边到五楼 你们来我们就要来扫一下 打扫阿桑抱怨连连 大白天 旧市场属满违换 是否这一句天天都有要求 做环境清洁 听起来相当讽刺 中西文翁正祥林柏瑜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